603部分 就要來看一個如何抓取 非固定格式的網頁資料 那所以這個非固定格式網頁資料 除了要把它下載下來之外 你要找到你要的東西 比如說我們今天要 以那個 比較簡單的 像台銀外匯 台銀外匯裡面假設啦 我希望抓什麼 抓那個我們的幣別 跟現金買入賣出 跟即期的買入跟賣出 那所以呢總共我們會五個欄位 匯別然後 現金的買入現金賣出 即期買入即期賣出 那可是問題我要怎麼樣可以抓到我要的資料 成為像畫面看到的結果 那這邊有沒有 第一欄第2第3第4第5 那我要把它分別切割喔 OK 可是問題他不像說剛剛 的是一個CSV CSV很簡單嘛 反正豆點 先切 後面 一列 再切豆點 放進來 搞定了 但是呢如果你今天是 台銀外匯的話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你要怎麼抓到你要的東西 那這個地方的話就有相關的訣竅 第一個當然我們先點到台銀外匯網站裡面 那你會發現 就是這樣的東西 那我要怎麼知道我要抓什麼東西 交個一個訣竅 第一個 記得F12 F12呢就會自動怎麼樣幫你把那個你這個網頁的原始碼 找出來 但是呢 可是問題是原始碼這麼多啊 那我怎麼知道我要抓哪些 教各位一個簡單的訣竅 假設我要找的是 這個好了 買入的下面這邊好了你可以選取他之後 按右鍵有個檢查 那這個檢查的動作呢主要就是說 他會幫你找到你現在要找的資料 他的原始碼在哪裡 那你可以透過什麼 一些觀察 那這邊有當然有一些訣竅 可是你想說 哇 裡面 這個 如果說當然你有學過那個網頁程式 你會覺得很簡單 可是如果完全沒學過的人 光看到這個標籤頭就暈的 那當然裡面的話 因為網頁是一個標籤式的語言 一定有個頭 比如說像什麼 一定有個什麼 Table 那個 如果Table一定在這裡 有沒有 這個一個小於Table 一定會有個 那個什麼呢 斜線 斜線Table 作為結束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Table應該最下面的結束 在這裡 有沒有 他的頭 在上面 尾巴在這裡 一列的話是TR到TR 那TD的話是儲存格 可是問題我要怎麼樣 可以剛好抓到我要的東西 這個時候呢 特別注意 以前如果用Java或BBA 就要自己去算 然後自己去找一些 特徵 但是呢 現在我覺得Python 他蠻厲害的 一個工具 一個套件 叫做Beautiful 所以請各位 第一件事情 早上一樣 早上不是Request 那 第2件 第2個套件 請你安裝什麼 這個 所以Install 這個Beautiful 數字4 那利用他可以幫我做什麼 找到 我要找個標籤 裡面的資料 OK 所以 成事會變簡單多 那至於要怎麼做 才可以快速的把它變成這樣子 底下有程式 其實沒幾行 這邊都有啦 不過我是建議 你可以先不要看 先去觀察一下 那我先弄一下 基本上這裡面是一個叫 這個Rent OK 然後我把它秀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但這個也是原創的 因為這是我自己寫的 所以應該網路上沒有 找不到 有沒有發現 No 什麼呢 Module Nand BS4 為什麼 早上講過了嘛 因為我還沒安裝嘛 對不對 所以你要記得 先把你的這個 打開對不對 有沒有 Windows鍵加R 然後 CMD 打一個 P IP 空一格 Eastore OK 然後空一格 後面的話很長一串對不對 我教各位一個技巧 如果你怕打錯 你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 複製起來 對不對 然後呢 再到DOS 特別說DOS不支援 Ctrl C Ctrl V 所以你可以按右鍵 這邊有個貼上 這樣的話呢 可以確保你一定是打對的 因為我知道很多人 奇怪怎麼搞是又錯了 因為你打錯了 OK 那你Enter的話呢 基本上呢 他就會到網路上去找找看有沒有這個東西 有就幫你安裝起來了 那安裝完畢之後的話 我們再來run 一定就不會有問題 OK 所以基本上我再run一下 所以我這邊有沒有 現在是錯誤嘛 那我執行一下 OK 有沒有 就下來了 這個東西實在太棒了 所以他叫Beautiful Soup 意思就是 什麼 他美麗的 Soup 是應該湯吧 美麗的湯 這什麼名稱 很奇怪的一個東西 那這個湯真的還蠻好喝的 因為呢 Python有這個套件真的是太棒了 因為其他 語言裡面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也沒辦法像他這麼方便 那我們主要是利用什麼 觀察裡面的 幾個啦 就是說這個裡面 特別說按 選舉這個 你會看到主要是標籤有沒有 但是你可能也要稍微了解一下html的基本架構 包含就是 table一定是 表格一定是table 列一定是tr 一個儲存格一定是td 這個都固定的喔 那有不一樣的地方就是說 他會在 每一個這個標籤後面有沒有 比如說這個table 如果要抓這個table的話 那我可以找到這個table的名稱 他會有個什麼呢 有一個class的名稱 比如說網上找 這個其實 table在這裡有沒有 table 他的class有沒有 這個就是 這個table的名稱 類別 所以呢 我們可以用beautifulsuit 告訴他說 我就是要他 他會幫我把這個table 裡面的東西抓出來 另外如果說我要什麼呢 我要這個 你也可以告訴他 我要這個東西 所以關鍵就是 我要找到 這個class裡面的名稱 然後告訴beautifulsuit 他就幫你抓出來 所以我程式是基本上 從這邊找 請各位先 稍微把那個 套件安裝 然後 再稍微觀察一下那個 台英外匯 那其實 你如果懂得 利用那個標籤 幫你找到你要的資料 其實在抓取資料上面 我想 Python是網路 號稱網路爬蟲 應該不是浪得虛名 這部分真的有他厲害的地方 如果你用別的語言來抓 有些地方還真的做不到 而且非常麻煩 因為以前用Java 或者用其他原因 去抓那個網路的資料 發現 光要抓這些東西 都會 非常麻煩 那現在的話呢 有這個 好喝的湯 其實真的就簡單多了 只是說你要了解他 要給他什麼 他幫你找什麼 這個大語法裡面 他最常使用到就是用fine 這個 這個fine裡面的什麼 你要告訴他 哪一個 比如說TD的話 那你TD裡面的class要告訴他 他就會幫你把那個class找出來 請各位稍微了解一下這個結構 待會我們再來看 怎麼把你要的東西抓出來 第一個 我分別是一個 Data1指的就是我要找那個table 因為我的網頁不要全部 所以你會發現 第一個 這個request 一樣是把整個網頁抓下來 一樣去 就編碼幫他敘述一下 然後呢 再把這個東西 喂給哪裡呢 Beautiful Suits 透過他 可以再幫我 往裡面找 那他怎麼找 特別注意 我就先找table 因為我要的東西 基本上就是在那個 網頁裡面的這個table 其他的東西我不要 就是這個表格我要啦 其他的先 退掉 所以呢我可以先利用什麼呢 利用那個Beautiful Suits 產生一個物件 裡面有個方法 叫幫我fine fine的話是找 因為剛好裡面 只有一個table 所以我觀察 裡面只有一個 所以我不用fine all 如果有好多個table 那你可能要fine all 然後找出第幾個table OK 那基本上呢 我可以呢 假設我今天 逐一來看 也許這邊 我先把這邊註解一下 我跟各位講一下我怎麼做 第一步的話我先去抓什麼 抓那個我的data1 有沒有 把table的部分抓出來 把它print的出去 所以我第一步會先抓那個table 你會發現喔 這個時候table怎麼樣 他會只有抓 網頁裡面的table的頭 到網頁table的尾 所以你會發現 已經切出來 所以你看第一步我是切 切什麼 切table 其他要不要 其他不要了 所以有點像什麼 所以像撥洋蔥嘛 先第一層撥掉了 好啊剩下來 中間的部分再來處理 那可是問題裡面這麼多啊 那怎麼辦 再來的話呢 我要從那個 這個table裡面抓出什麼 抓出我要的名稱 所謂的名稱指的就是那個 這上面這個 美金 港幣有沒有 可是問題我怎麼知道這裡面是什麼 所以再來我可以選取這個美金按右鍵 檢查一下 有沒有 檢查之後呢 你會看到 他這邊會有一個mark 這個這個範圍會告訴他 你是一個 他是一個 DIV的標籤 他的class是什麼呢 class又類別是這個 也就是說這邊有很多個DIV DIV就是 類似有點像 一個框框 然後這個框框呢 名稱就這一個 所以我可以 再到Data 1裡面 幫我找找看 找什麼 所以下一行 這個先把它 註解掉 這個就 過了 就抓到table 第二個我先抓到name 那name的部分的話 我要做什麼呢 我把那個name 從Data 1裡面 用file all 因為他不只一個 然後呢 我去把裡面所有是 DIV 而且 他的class的名字 特別知道這是大瓜糊 OK 這個大瓜糊敘述就是 前面是我的標籤名稱 後面是他的類別 這種都固定寫法 反正前面是class 後面的話呢 這個東西怎麼來的呢 其實就是把 我剛剛從 這個地方點兩下 複製一下 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邊來 貼上 OK 然後呢 他會幫我去找到什麼 找到我剛剛要找的東西 所以這邊的話呢 Hidden 看一下 name的話 是不是這個 看一下 他這個我剛剛 選的範圍 按右鍵 找一下 不是找 按右鍵 檢查 那這邊的話會出現 所以你會發現他有兩個啦 一個是 Visible的 一個是 Hidden的 那其實好像這兩個都可以啦 那我好像用 Hidden的隱藏的這個 複製一下 然後把他放到那個我的 這個程式 他就幫我找 那找到的話 你會發現 他會把所有的東西 我把它print的出來 你各位看 Name裡面 所有東西 通通print的出來 那你會發現 他就幫你把 他範圍又縮小了 就是從什麼呢 從 DIV 他這一些 有這些 這些 那可是問題來了 可是我只要什麼 我只要這個東西啊 其他怎麼辦 所以你可以用一個方法 就是 你可以呢 再到這邊 給他一個 第幾個 就是中瓜湖 假設我要美金的話 就輸入0 第0個 哪裡把它輸出 看一下 基本上 他就會留下美金的部分 那可是你想說 老師那可是上面這標籤 我不要怎麼辦 很簡單 點Test 這個點Test的意思就是說 我只要留下美金的部分 把它執行給各位看 所以有點像撥洋蔥有沒有 一直撥一直撥 撥出來是美金的 可是還有個問題 老師那這個地方前面有空白啊 後面有空白怎麼辦呢 沒關係 你可以用 那個 在處理字串 有個方法 叫點Strip 所以你可以點Strip 有沒有這邊會點Strip OK然後你用點Strip 把它怎麼樣呢 再加一個 這個小瓜湖 點Strip之後的話 再把它執行一下 那你會發現 他切出來了 就是我們要的 應該可以懂那個意思吧 如果第2個的話 當然就不是美金了 第1個 當然0 1 1的話呢 那就是什麼呢 應該是港幣吧 對對對 然後這樣的話 就一個一個幫我切出來 所以 0 1 2 3 當然有幾個我們可以用自串的長度 去判斷 那 這個部分的話 今天 今天 那這是現金會 我想說 所以 日元 也跌了一點 然後 因為我前一陣子也買了蠻多這個日元 一直都卡在這個 現在已經算很低了 人民幣前一陣子也買了一堆 不過在比較低的時候買 OK 好 不過這不是重點 每天我都會去看一下 所以如果他自動給我一個訊息 叫我要買進買出的話 那可以用爬蟲幫你爬 那所以 第1個我們已經爬出我們要的 然後再來往裡面爬 接下來可能一樣的方法 所以你可以 再把 買入部分按右鍵 再去找什麼呢 找買入 找賣出 等等的 然後分別怎麼樣 一個一個把需要的訊息呢 把它切到這邊來 所以我這邊有一個 Name是名稱 那 2的話呢 是Find All 這個指的是什麼呢 應該是Catch 就是現金買入 另外有一個是什麼 Site 這個是應該是集齊的 所以我分別用同樣的方法 把他的那個TD TD就是他的儲存格 裡面的class 是這個 貼上貼上 然後最後的話 一層一層撥 我撥完之後的話呢 把它全部串在一起 那就會是看到最後的結果 不過這個最後的結果 我把它這個 再秀一下 這個把它註解掉 先關起來一下 那最後的話呢 我把最後的結果 給各位稍微看一下 基本上 我就分別呢 把 開頭先輸出我要的 欄位名稱 一樣中間 加上那個Tab 就是那個 定位點 然後呢 從第0個 一直到呢 總共有幾個 有沒有 總共有幾個 我可以 那個Name 他總共有幾個 那當然 Range一定是抓到 這個的前一個嘛 所以他就 一個一個的幫我輸出 那輸出的話呢 當然我是先輸出Name 所以呢 這邊有一個strip 就是把它做 拿定位點 然後再抓那個什麼 抓Data Data2 裡面的這個順序啦 不過我有用了一個方法 可以把它 那個順序 分別把它抓出來 那這個等一下再看 我先把結果 先秀一下 給各位看一下 那請各位 先試著演練看看 就是像 薄洋蔥一樣 先 抓到 table 再抓到名稱 然後呢 再抓到裡面的TD TD有分成兩個 一個是 現金的 一個是機器的 待會 我們再來看 怎麼把它輸出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實際上 如果你要抓網頁 部分的話 第一個 最麻煩的地方 就是 要去做 分析 那分析裡面呢 一定要熟悉那個 Chrome瀏覽器 裡面的 F12 F12是全部給你看 我是建議用右鍵 選取某個你要找的範圍 按右鍵有個檢查 他會自動跳到那個 你要的資料 他會告訴你說 他是在哪一個標籤 裡面 所以你要記得喔 標籤 跟他的class 跟他的class名稱 就是你要找的關鍵 其實這個已經大大的減少你很多的時間浪費 然後 再來就是你如果用find all的話 他會全部找 所以會是一個list的清單 那你要在這裡面找到第幾個 後面加個 Test的話 他就會 幫你把那個裡面的資料抓出來 而不會把標籤那些訊息 所以有點像 一層一層的撥啦 那撥完之後的話呢 最後我們就把 結果可以顯示出來 所以這部分的話 我想各位稍微 利用那個 雲端上面的程式 然後可以稍微run一下 反正你 先知道一下 盡量用那個print的方法 然後把那個資料給一個一個 保護 要用的 運用來 正面